女子骑摩托车来到骑楼找位子停 左看看右看看车子好像都停满了 发现到空隙油门一催 整台机车冲出去往路边轿车撞上 整个过程被路边民众看到 至少有三个男生想冲上去帮忙 有人丢下身旁女伴冲去关心女骑士 有人帮忙把其他摩托车俯好 当时女子先是想办法脱困 自己站在旁边看大家忙 没多久现场恢复原状 原本停不进去的机车也停好了 大家拍拍屁股走人 就像是什么事都没发生 事情发生在台中北区健行路学士路口 监视器画面时间是1月15号下午一点多 女骑士要停车没熄火 油门一催直接暴冲 先撞倒至少旁边三台机车 再撞上路边轿车 完全没报案 警方也不知情 事后有民众把监视器po上网 影片在社群疯传引发热议 警方说未接获报案 但影片拍得清清楚楚 这名女骑士已经是肇事逃逸 旁边热心的三名男子则是破坏现场 TVBS新闻黄国军许又详 台中厂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